Hello 惠珠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新书 这个翻转财富的人生练习 这个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 就是你在疫情期间的一个观察吗 其实我2018年退休的时候 就这个出版社跟我联络 那其实我因为我在40岁的时候 我自己出了一本叫睡觉理财 那时候是送给我自己的一个就是礼物 然后因为我认为其实理财 大家都想要理财 可是很多人接触到什么现行 就很头痛 对就很头痛 所以我想说其实是从观念开始 所以我觉得是想要写一个 比较基本观念的一个理财书 然后其实这一本书 应该是我在睡觉理财之后的 在境界的一个衍生 然后再加上刚好碰到疫情 所以有一些对疫情上面的观察 所以你睡觉理财意思就是被动收入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一般人听到理财就很害怕 那我那时候会 为什么我会想要说睡觉理财 因为其实我在强调说 理财可以像睡觉一样简单 就是你睡觉完之后 你就会觉得通体舒畅 那你无论你具备了理财的功夫之后 其实你可能在人生上面 你可能也会过得比较惬意 对对对对 我以为是睡觉起来之后 财富就进来 没有不是梦见名牌这种概念 是是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这本书 其实跟当然是因为近期的新书 所以跟疫情当然有些观察 对对对对 我们今天讲那个疫情那一篇 你讲到说有时候这个人类的危机或世界的危机 反而是财富重新分配的一个开始 对其实因为英国首相秋吉尔有讲过一句话说 不要轻易浪费一场危机 其实说每一次危机来的时候 虽然大家都会让人家很害怕 可是实际上他有时候也是一个财富重分配的一个机会 那我举例就是说 其实那个时候在2020年3月时候 从意大利开始封城 然后很多很多就马上就城市就lock down 那那时候我儿子在美国 他就跟我说他们从3月初 春假过后他们要开始线上上课 那那时候我一听到这个事情 我马上就跟他说 美国有一家zoom他是做线上上课的 我说那你可以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那那时候我记得那天晚上 看好像才100块 后来真的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就不到一年大概涨到400块 所以就说其实在一个危机来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机会 那同一个时间 我记得那时候很lock down的时候 我有看到一个影片 好像有一个欧洲的妈妈就在抱怨说 他们家只有两台笔电 可是他们家有四个小孩 大家都要抢用笔电 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说 那笔电是不是会缺货 所以后来过不久就传出 这个PC跟notebook都缺货 其实这两个东西 其实已经是很成熟的产业 可是因为这个疫情 大家都要抢买 所以很多你看在那些网站上面 其实都是缺货的 所以其实后来也造就了笔电 跟NB起来 那因为台湾就是做这个电子业的大厂商 所以很多厂商都会受贿 这是另外一个机会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城市lock down的时候 人员没办法移动 那什么会移动 就货物会移动 对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本来大家都觉得 苦日子要来了 结果没想到海运 就是那个时候 其实我记得在 2019年的时候货柜三雄 包括长龙 阳明跟万海 这三家他们的获利 2019年不到7亿元 其中阳明还亏了31亿 可是你知道2021年 这三家赚了多少钱吗 赚了5000亿 对所以就说 因为那时候人没有办法移动 就货物移动 所以那你当时如果有 Sense到这样的一个商机的话 其实你看那个长龙 那时候我记得 他才从十几块 涨到200多 所以股价涨了一二十倍 所以其实这是蛮惊人的 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记得像在很久以前 我先生他们 我们平常购物的时候 通常以前我们都会去 去什么Costco或是加勒服 或是全联去扛什么卫生纸 那些米那些比较重的 后来就是可以用网购 可是那时候一开始 大家用比较习惯 就大型的物体东西用网购 可是后来疫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很多开始 你就会改变你的消费习惯 很多时候你开始用网购 所以你发现像台湾做像 MOMO MOMO购物台的那个富邦媒 也是从400多涨到2000块 然后像美国的Amazon 也是从七八百块 一直涨到3000块 所以你就发现说 其实这样一场危机 真的是很多场 有人是受害 有人是受贿 那你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一般人 他如果你观察趋势 你不一定要等到 懂得财务报表 不一定要技术分析 可是你看到一个趋势 趋势是无法抵挡的 你可能就可以从中 发现一些投资的机会 这样讲 就第一个要有敏感度 第二个要有现金 对不对 没有钱 你看到趋势也没用 对 那现金就是 其实现在对年薪来讲 我觉得还是要存第一桶金 因为你在所有理财之前 你当然就是要存款 因为你如果没有存款的话 你看到机会 你也没办法懂 所以平常的话 就是你要有一些存款的计划 比如说你一个月 如果赚三四万块 你可能要强迫自己 可能要存个一万块 就是要像我自己的第一桶金 一百万也是慢慢的 从存款来的 凡事都是从存款开始 所以就是说你理财的第一步 像我以前在写 睡觉理财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年轻人说 其实你的理财第一步 就是你要存钱 存一块钱 跟人家去花一块钱 你来回杀局就两块钱 因为这世界上永远都有危机 永远都有新的这个机会 那重点是机会来的时候 你要有钱投资 那另外一个危机 是不是像乌俄战争 也是另外一个危机 对不对 乌俄战争对 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乌俄战争开打的时候 全部人都非常shock 因为没想到说 真的都打起来了 可是后来打起来之后 因为乌克兰 它是一个原料大国 它又是一个残有国 所以事实上 那个时候 就是大家想要原料会涨 然后油价会涨 那其实就是说 当这种 不管任何一个事件来的时候 其实你去做 深一层一层的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哪一些是受惠的那一段 你就要去寻找那样的机会 所以是像能源谷对不对 对能源谷那个时候 我记得 其实在乌俄战争开打钱 开打的时候 是不是油价是不是 还有一阵子还付的 不知道是开打钱 还是开打后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后来油价就大涨 我记得对 lock down的时候 那时候油价 因为大家想说 整个言不出门了 对 所以整个好像 我记得那时候 好像油价还有变负数的 然后可是后来 你看乌俄战争一开打 油价就冲上一百块 所以事实上 这个国际的金融形势 其实是瞬息万变的 所以这样讲 其实有时候关注一些新闻时事 还是一些必要的功课 对不对 对 像我自己 我自己 所以我自己是从新闻 新闻业出来的 那很多人就说 报纸新闻不能相信 你看到报纸买股票 都是最后一只老鼠 可是我不这样认为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 事实上有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 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 那你那个时候 如果你有一个 就是你说 可以你读新闻 你可以如果你去解读 他其中的一个玄机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帮你带来一些机会的 我举例说 其实当时在那个 美国总统 前总统川普 他对中国 都打这个贸易战 美中贸易战 对美中贸易战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 我记得第一次 他就突然报纸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 这个美中贸易可能和缓 因为当时在开打美中贸易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大家都担心说 美国报复中国 中国一定会报复苹果 所以苹果盖那股蝶很惨 但是那时候有一个声音就说 美中贸易可能会缓和的时候 那那一天我都想说 如果这样缓和 那谁会受费 那应该就是当时最惨的人会受费 对所以我想说那一天应该是苹果干年股应该会受费 所以我看到那个经济日报的头版头 就是说就是美中贸易的可能会 就冲突可能会舒缓的时候 那那天我就 我记得我那天买了四档苹果干年股 就后来真的就是大涨 所以就说其实看报纸还是可以找到投资机会 所以这是算消息面 但是这个就要很快 因为搞不好是假消息 对对 放款之后隔天又继续打 因为后来他就是又 没完没了 对没完没了这样子 对所以说要是就是要 其实投资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非常很敏锐 但是你要很快速 刚讲是消息面 但是如果真的是趋势是挡不住 对不对 像通货膨胀这个就是趋势 通货膨胀对 因为现在就是前几年 就是从2008年开始 那个FED放了太多钱在市场上 闲钱对所以就是造成到现在的恶果 就是你看现在通货膨胀挡不住 而且现在有一个很 事实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 我像打压升息打压经济 我的失业率应该会上升 就后来没想到这个COVID之后 其实很多人的价值观也改变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失业率并没有上升 失业率还是有很多人 他不愿意回去公司上班 所以就是那个失业率还是没有 没有说像大家预期的时候 会提高 所以就是所以通货膨胀打压打的情况 没有说打的真的很明显 所以这整个现在世界好像 很毁业 对就是跟我们以前学的经济学那一套 就完全就是不是 可能那些人力可能又跑去旅游业了嘛 因为旅游业要大复苏了嘛 后来你看旅游业航空股又开始又涨了 所以这也是趋势啊 因为我们都关不住已经被关三年了 对 但是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说 其实股市它是会提前基本面反应的 就是说很多人看到解封的那一天去买进航空股 它可能刚好买在最高点 相对高点 因为事实上在可能在半年前或是三个月前 大家都有这个预期了 所以其实人家说股票市场是要买在预期 卖在实现 就像比如说像台积电 你看到它营收创新高 可能是去年11月 但是它的股价创新高可能是提早半年 所以就是说其实股市是一个领先指标 所以当你看像前一阵 最近股市涨蛮多 可是股价都不太跌 就是因为其实很多已经跌在前面了 已经跌到底了 那营收还没起来 可是股价又反应好几成 对 好那其实还有一篇讲到这个 跟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说我们解封之后到处去玩 在玩乐的过程 花钱的过程 也可以得到一些投资的机会 就是旅行的一个观察 对不对 其实跟巴菲特讲的意思有点雷同 巴菲特也是讲说 从民生消费去做投资 所以他就什么 买可口可乐 麦当劳 对 因为我有写过 我也写一篇旅行经济学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旅行 但是你旅行 你会看到一些机会嘛 就是说 有人说旅行就是 从你自己厌烦的地方 到别人厌烦的地方 互相交换 对 所以你到了别人的国家之后 你可能就会 五感就会打开来 就很多 你觉得在自己国家 不兴奋的事情 可能你到别的国家 都会让你觉得很兴奋 所以旅行就有这样的好处 但是我就说旅行的时候 你看到一些投资机会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跟你的 就是说跟你的 你看到一些机会 一些趋势的时候 你会不会跟你的投资做连接 我举例好了 就是我以前 因为我自己生了三个小孩 然后我那时候 带小朋友去 那个迪士尼乐园 玩的时候 那时候我看到 有日本人 就拿了那个手机 在拍照 这你现在 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 因为现在每一台手机上 都有照样机 可是我在 我在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 大概十台里头 只有一台是有副相机的 那我每次出门的时候 都会想说 因为我要帮小孩 留下记录 但是那个相机又很重 那我每次想说 我要不带相机 我每次都在 带大相机 还小相机 在那边做抉择 然后我看到那个日本人 用那个手机拍照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压抑 我想说 如果以后这么轻松 拿手机又可以拍照 那不是大家都很happy吗 然后而且那时候 十台只有一台 手机有镜头 那应该十几年前的事 对 对 那我想说 那如果以后每一台 都有镜头 那那个做镜头 需求有多大 不是钻死了 后来我想说 那台我就去找说 谁是做这镜头 后来发现是大力光 那时候大力光 你知道股价多少钱 才200多块 对 后来大力光 因为这个是一个 长期的趋势 因为你从 你那个手机 纳入这个镜头 那这个镜头 又从一个变两个 变三个 然后又从话数 那时候可能才只有 两三百 现在变到四千 变到一万话数 所以这个镜头 就不断的在演练 所以后来大力光 最高的股价 涨到六千块 你看从200 涨到六千 所以你看 那个是一个 多么长期的一个趋势 那当然我那时候买了 可能也没有 没有放到 没有放到六千块买 可是就是一个趋势来 是无法抵挡的 那这个是我第一次 看到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 有一次我去美国 那我美国看到人家 在用那个 iPad iPad 那我身上也是很压 就是也让我觉得很 很amazing 对 因为我 你想干嘛 我们 我们这手机 萤幕很小 然后笔电又很麻烦 可是那个平板 就是比手机大 比电方便 所以觉得 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可以 批判成一种风潮 然后那时候 苹果 其实股价还也不高 所以苹果后来 也是涨了一大段 这是另外一个 所以 然后后来有一次 我在拉斯维加斯 我的排队看那个秀 我前面有个老外 他就跟我搭讪 他说 你们那个 他不是跟我搭讪 说什么长得漂亮 他说 你们国家 有一家叫宏达电 他好像做的手机很好用 就打听 对对对 他就打听 那我就是想说 那他们外国人都来 跟我打听宏达电 然后那时候 我去欧洲玩的时候 我就发现宏达电的那个 在各个那个看板 都有做广告 然后后来 那时候宏达电 也才三四百块 他后来也涨到一千二 就是说 其实就是 当时都是 有这样一个风潮 所以说 我就说旅行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让你 比更亲身的接触 那些你可能平常 只是在文字上 可以 就是报纸上 或是杂志上 可以看得到 我记得那时候 iPhone 11 在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分析师 都唱出来 iPhone 11 都说 它是最末代的4G手机 肯定是卖不好 然后大家都没有人 看好那个iPhone 可是那时候 我记得 我到美国 我在那个纽约 地五大道 苹果那个专卖店的时候 那时候我那天又进去 然后右边是排了 那个预购的人 左边是排了 要进去 要那个去买 买iPhone的人 就人真的很多 我进去里面 真的人山人海 那我就想说 怎么可能会卖不好呢 就是你 因为媒体说 它卖不好嘛 然后可是 我现场看到 是觉得它卖得很好 后来你知道吗 那个 就它的指定长 Cook说 其实iPhone 11 是它寄iPhone 6之后 卖得最好的 而且那一次 苹果的市值 也首次突破一兆美金 所以就说 你旅行之后 真的是可以看到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可是很多悲观的人 都会说 那些机会 都被人家发现光了 所以没有新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年轻人就不想理财 也不会啊 像 其实我觉得机会 真的无所不在 我再举一例 就是说我2021年去美国的时候 我有一次去拜访朋友 然后他的老公 刚好是坐这个二手车 那个仲介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个观念 我就觉得 我也是很压力 因为那时候 我们通常一个观念说 我们 因为大家都 对年轻人说 如果你买车跟买基金 你要买什么 当然买基金 因为基金会增值 可是买车 一落地就打八折 对不对 可是在2021年 是不一样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缺车用晶片 所以有人根本买不到新车 所以二手车市场就很好 抢手 对 所以通常在美国 如果你买一台三万 三万块的车 你开了两年之后 你可能只能卖到两万四 可是那一年 你开了三 你那台三万 三万块的车 你开了两年之后 还可以卖超过三万块美金 涨价 对 所以那时候他们说 而且二手车市场就很热 他跟我讲完这个 这时候我就 我马上就想说 那二手车平台是哪一家 他就告诉我 有两家 我真的就去买那个做二手车平台的股票 后来真的就赚钱了 所以我的意思说 其实机会真的是蛮多的 无所不在 对 其实就算你再去访友 或是你跟你的朋友聊天 你都有时候 你只要把他跟投资做一些连结 真的还是会有一些帮助 我之前写睡觉理财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女孩子 她在组克上班 他跟我说他晚上去打那个网球 那他的对手就是联发科的工程师 他说他跟他聊聊 他就发现联发科的业绩很好 他就买进联发科 所以他打网球也可以赚钱 所以就是说 其实你要随时 就是把你的五感打开来 然后就是你身边有什么机会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多的 你刚举这个例子 我一开始还以为说 因为联发科的业绩很差 所以他工程师闲到晚上可以去打网球 没有 但是说他刚好碰到联发科的工程师 然后可能有聊一下 然后大家会知道说 他的很平常很忙 或怎么样 对 就是因为 所以真的 我就觉得你就是多听多问 走出去 因为财富 真的你就是 我里面其实有一篇 就是说 其实你宅在家里是不会创造 要走出去 要走出去财富就在转角处 而且走出去你要问 而不能是用表面 如果说像我刚举那例子 你用表面观察 你还以为他业绩很差 结果根本就不是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没有问 对对对 要多问 对对对 所以其实随时都有机会 就是看你自己的五官 五感有没有打开 对对 嗯 好那其实在最后呢 我们来讲最后这个 最重要玉利遗属 有时候钱赚很多啊 可是到最后 如果你没有做适当的分配 炒不完啊 对 包括现在很多大家族 还在炒耶 对对 因为其实 你举长龙那个例子 对其实很多人都会 很冷静的还在炒啊 对就是这个玉利遗属啊 就是这个其实很多人都 我们很不愿意谈到这一块啦 就是可是真的像我去上节目 后来发现他们说 像我碰到一个就是一个年轻人 他爸爸突然走了 然后后来就是 你不要说 不要讲到什么长龙 或是还说这种大家族 即使是我们深斗小明 他说他爸爸走了 然后留一些钱 但这些亲戚们就为了这些钱 打了八年的官司 然后打到最后 他说没有人是赢家 都是输家 可是他当时他爸爸 如果花个三十分钟写下来 就可以免去一切的纠纷 所以事实上 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都要很 很心平气和的面对 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说 就是意外跟明天哪一个来嘛 所以尤其像 尤其像我有几个朋友 因为其实现在女力 因为今天是妇女学嘛 上班妇女学 对上班妇女学 然后现在女力很发达 所以很多女孩子 她们其实在职场上 都有很大的成就 可是很奇怪 有时候都很都单身 那像我前一阵 有一个学姐问我说 她说她 她虽然没有很多钱 可是她现在 她有一些钱 可是她已经退休了 她说她不想这些钱 到时候她走了 留给她 只有接受她财产 是她感情不睦的兄弟姐妹 她问我要怎么办 所以我就说 你可能就是需要 先写 要写一下遗嘱 然后就把你的 你心里的想法 那个抱了 真的有时候 真的几百万也会炒 不是说几千亿才在炒 对不对 人性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预先 这个当然是防范于未来 对 最后这个惠卓老师 还是讲一下 那我们到底这个 还有什么新的机会呢 除了透过旅行的一个观察 那现在未来 这个整个世界趋势 还提供给年轻人 什么样的投资机会 其实我觉得 现在年轻人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因为现在升息 所以现在的利息很高 所以你只要你存钱 或者你去买什么 ETF 对那些都会还蛮不错的 就是利息还蛮高的 然后刚好去年 股市跌了三四千点 不过最近一月涨上来了 不然其实股市 也是在一个相对的低点 对 那因为最近涨多了 所以可能 我想最近 可能第二季股市 会做一些修整 我觉得如果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可是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很多的工具里头 其实股市还是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投资工具 以我自己为例 其实我到35岁以前 我都没有投资股票 是因为我后来生了小孩子 我觉得教育很重要 我需要 才开始积极一点 对 就是我要培养 我的小孩的教育 那我才需要理财 那时候 那我还才选择股票 那股票基本上 在台湾股票 它的交易税很低 它现在又不用课 那个股票交易所得税 所以它是一个 还不错的工具 那我觉得如果在 大盘回党的时候 你选到一个好的公司 那其实你是可以 让你的财富是可以成长的 像我那时候 我自己2018年退休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退休金 放在台积电 台湾最好的公司 虽然那时候台积电 它一年配八块 它的殖利率 大概只有3.5% 但是因为它台湾最好的公司 而且班淘迪这种东西 你发展还是都需要用到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我这笔退休的钱 我就不想要花大脑 我就是想要放在一个台湾最安全 最有能力 然后的公司里头 帮我的把这些 我的退休金再膨胀 那其实这几年下来 我那时候是买225 那其实现在台阶在最高 到600 那现在500 其实再加上配息 我现在也其实 我的也是很好的获利 也是也成长了一两倍 所以我觉得是说 其实你在股市低档的时候 找到一个好的公司 就是一个标的 你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财富增加的 那当然你说 马上问我说要找什么公司 那就可能要自己去做功课 可是很多人都会鼓励 这些年轻人投资的ETF 它相对容易 然后又比较简单 然后又有一定的 ETF也是可以 ETF就是比如说 好你像像比如台湾ETF 这50大嘛 你就是说你 你就是 0050 对 因为我们其实投资 有讲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不要把全部的钱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 你要分散 那ETF刚好可以分散 而且ETF是可以不用花脑筋 但是我个人认为 ETF是无法支付 就是说你要 你年轻人第一步 当然是可以投ETF 或者说你自己不熟悉的国家 像我去以前 以前我到中国看中国大陆 快速成长的时候 我也想投中国大陆 但是我不晓得要 那个市场我是完全不了解 完全陌生 对 那我就想说 我是投ETF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买中国的ETF 那我也跟着它的经济的成长 但没有 就是说也 后来长期来看也是有赚钱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它只能让我赚到还不错的报酬率 但是没有办法 翻身是吧 对 没有 我是觉得投资应该要多元 就是说 当你有本事 就是去投资 看个别的公司的时候 我觉得那也要一点 那当然ETF也是可以 像我记得我在2008年的时候 我去俄罗斯的时候 那时候油价涨到140 我认为那不可能是短期的现象 我认为那不可能是短期的现象 我认为想要放空油价 但是我也不想要要选什么 就我就就问那个我的理专说 那那个放空那个ETF 放空油价的ETF是什么 那我就当时就买了那个的ETF 所以就说 我觉得ETF是在一个你不熟悉的市场 比如说我今天要买 有人跟我说中国好 比如说现在中国 人家说中国会起来 那中国那么多 我哪知道要投什么股票 那我就选中国ETF 或者说人家说现在债券 债券现在因为利率在高档 利率在高档 债券价格就是低档 那可能 maybe短期还是会升级 可是中长期5帕的利率 毕竟算是高点 所以它还是有可能 债券价格会上来 那像我债券那么多 我怎么选 那我可能就去买债券的ETF 就是说 对于我不熟悉的市场 我觉得ETF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我觉得对于一个 刚入市场的一个小白来讲 ETF也是不错 因为你可能股市 你都不晓得选谁 那0050 0056 0050是就是台湾 50大 然后0056是高股息 这些或是说你选什么 你看有电动车 你也可以投电动车 电动车 对我想到说 我其实在中国 那时候人家叫我要存款 然后我就是要捧场 然后我也不晓得投什么 我想说中国很发展电动车 我就买了电动车基金 就两三 这两三年来 中国股市不好 可是我的那个 那个电动车的ETF 是赚了好像两三倍 所以我意思说 其实这个ETF 就是说 我个人是把ETF 作为那种 我不熟悉市场的一个敲门赚 但是我在台湾 我说实在我是没有买过 我没有买0050 我也没买0050 因为在台湾 我们就相对容易 你直接选个股就好了 而且现在还可以买零股 对不对 对对对 像如果说你 像如果你存钱 你其实你同样好 你一个月存一万块 你去买0050 或是说你去买一个个股 那通常这50大可能有好有坏 你可能就会带路掉 平均下来就差不多了 对 5-6% 对对对对 可是你有可能买到一个好的股票 你可能会比较好 当然你也可能会挑战我说 你买到差了 你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这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做功课去 选个股 还是要自己做功课 所以对投资来讲 还是要积极对不对 我觉得不能消极 就像我刚刚说 其实大家就一讲到投资会很害怕 所以为什么我讲睡觉理财 不是说睡觉梦到名牌 而是理财其实可以像睡觉一样那么简单 其实我刚刚举的例子 大家都会旅行 大家都会去迪士带乐园 大家也都会去苹果的商店 那你会不会去把这些跟你投资做一些结合 对啊 你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工作一辈子 就靠我们的劳保退休金 对不对 劳保退休金 对 未来怎么样还很多变数 所以还是要自己积极一点 对对对 所以买书慢慢K 其实这本书相对很多理财书算容易 对对 因为就很多你自己实际生活的故事 对对对 不是那么多现行数据 主要是说 我觉得观念 观念很重要 就是说你如果有个观念 你打通了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收获 其实我还是强调观念 因为我写那个技术现行 我写不过分析师 所以我真的告诉大家观念 那个都很会讲 很会讲 结果他还是在靠收费也很过生活 他也不是自己赚大钱 对不对 好谢谢惠珠老师 我们介绍这本书 谢谢 谢谢